Hello大家好 我是巧克力 担任魔旅新疆 一人一车 现在呢是在南充的南部 今天呢是出发的第二天了 今天我准备干猛一点 直接到隆南 400多公里 要9个多小时 我不确定我能干得到 但我这两天想骑快点 这一段路呢 它没什么风景啊 也没什么好玩的 所以就打算直接到西林 西林那边 然后再慢慢走 慢慢玩 先跟我姐 他们道个别吧 然后就准备出发了 你准备走了 好 你不要走 你在南部那里 什么 不行 为什么 因为二姨喜欢更广阔的天地 我想出去看大天世界 要不你跟二姨走 一会儿都弄 哪里去 作业呀 哈哈哈 把作业带上 跟二姨走 二姨也不离底呀 那没办法了 以后二姨回来再来找你玩好不好 把新疆的天山拍下 妈妈给妈妈 好的 可以的 好的 二姨答应你 吃完午饭 吃完午饭 哈哈哈哈 行好吧 小姐还要去新疆 我能不能吃 比早起起来 比二姨还要喝 泡饭 嗯 小家伙要吃美娃鱼头 然后他妈直接扔给我走了 两个人吃 早上八点 早早的就起来陪我姐上班 一直没走 就因为小家伙说 要骑一些摩托车 那觉得答应了他要做到 上午去上主持班去了 所以就一直在这边等他 刚刚中午的时候 带他出去遛了一些 希望他以后也爱上摩托车 对 今天不确定能不能赶得到了 我羡慕他这种生活 说着就着 哈哈哈 你也可以跟我一起出发 羡慕的话 哈哈哈 但是人家只稍稍想了自己 相遥的生活 现在吃好饭呢是准备出发了 我今天是直接倒的西林 一千零四十公里 啊 到底能跑多少我也不确定了 因为这个太晚了 本来是计划跑四百公里的 但今天估计不行了 正在为您重新规划 再见 一路顺踪 好 过年再见 或者明年再见 拜拜 今天呢是刚好遇到下雨天了 下雨天骑行比较凉快 舒服 好久没有过雨天骑行的 这种感觉可真爽 一种久违的感觉 再次一路 再次备和一个一路 再次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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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雨天骑行电 浪中古城是四大古城之一 我去过好几次了 所以这次呢就不去拍摄了 我们几点了 这会呢 又出了非常大的派人 带着派 防晒壶 黑胶的 安排上 它这个防晒壶呢 后面还可以放头发 一个洞 防晒系数呢 是50加 虽然说 长天在外不能防止我 完全晒黑 但能保养一下 还是保养一下吧 不要等以后我回到家的时候 变成非洲人了 大家该都不认识我了 这些城市呢 都是我以前骑自行车的时候 走过的路 当时骑自行车是 也是扎帐篷 好多点都露营过 现在一路的回味 感慨挺深的 但总的 算下来的话 所有的出行方式还是喜欢模拟的 走嘞 现在是出来加点油 这个加油呢 必须要把这个全部拆完 才可以加油 我觉得这个太不科学了 每一次加油都得把这个卸下来 那我如果一天要跑个400公里的话 我得加两次油 我就得卸两次 加上碗上 就得卸三次 重点是每次还要把它脚架 大脚架立起来 才能放 如果大脚架不立的话 它就放不平 因为是歪的 斜的 不科学 这个摩托车真的不科学 我需要更多的 我需要大脚架 你不得了 我需要的 意识 那一条 我需要你 所以会 我需要你 下午是兩點鐘出發 現在八點六個小時 跑了兩百多公里 今晚上就在這裡駐紮了 剛剛問了那邊大哥 然後這裡可以 這邊風景很好 完美的露營地 上面呢就是佳麟江作伴 綠綠的水 有沒有沙 美不勝收 這邊呢是一個縣道 所以過的車子會比較少 晚上這裡也會很安靜的 完美完美 大哥這個是什麼花呀 背後 這是百合嗎 嗯 啊 百合是這樣長出來的嗎 開國了 哎 我只看見過花店的百合 原來百合是這樣生長的 第一次見 真好 搭帳篷吧 先弄裝備 今天一共218公里 晚飯呢就不吃了 準備減肥了 一個西瓜 吃兩頓 這邊呢也非常方便 有一個洗手間 剛剛大哥告訴我 以前他們這邊是開飯館的 由於疫情 然後也是關閉了 開始搭帳篷 好了 我的帳篷又搞定了 這邊還有一盞燈 完美 時隔5個月 我又睡回我的帳篷了 很多人不能理解 但是沒關係 我自己理解就好了 今天早上起的太早了 好困啊 還有 枕頭沒買 拖鞋沒買 明天再說了 累了 晚安